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下节目含粗言为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还要忍期来 5月28日晚上 今天也是星期一的的士判官 今天第一节都齐脚了 史提不用顶着冷暴的林康正 不是的 不過林康正最近有些口腔的问题 他只是放了一些不潔的东西 或者吃了一些異常鲜味的鮑鱼 总之他排牙上就有一些菌 那些菌在哪里就不知道 他接下来这几天就要去看牙医 那会不会是经细细菌去发酵呢 了解一下他是怎样呢 在念珠型的菌状呢 那也让他自己解画一下 那他的舌头有没有事呢 可能会浮肿和灰难 那在他的牙齿里没有发现大量的疑似闪电形状呢 我不知道 在那里的牙齿里 或者是喉嚨卡住 你看看看汉政这段牙有没有说话呢 喊一下 喊一下 喊不出 好了 今天星期一的迪斯本官晚上 今天有史提和岳鱼 以及我们的荣誉顧问九哥 林狗 九哥现在基本上帮我做了很多 一些零件事 帮我去访问 是 今天我也公开演词我们的其中一个同事 喊 因为我们今天预计到站头 有很多的士 我们已经印了很多的士判官的单张 是 以及一些车身的sticker 可以和站头司机聊天 可以贴在我们的车上 或者是贴在内拢里面 那些头盒 后面的菇腿 你整天可以这样 直观到 没错 喊一下就是可能你刚刚星期一后遗症 周满后遗症 是 忘记大 忘记了 三十几度吃着甜筒 齿梦梦梦梦 就是几日座大 浪败了九哥的安排 这件事 要不然 大家在路面上 就会看到很多的士判官的贴纸 当然 有的士判官的贴纸 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我也不知道 九哥 你知道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些架 是 那个人就怕死 好像骂鬼 那样 他贴在茅山符 贴在每架车 他穿的士会官的贴纸 就贴在整架车上 谁人都知道 只是的士会官的贴纸 这个就是 洛马州事件 在等候站 怀疑被一些黑社会分子 去恐吓的司机 在上个星期 陈先生也上了我们的节目里面 接受访问 大家都知道 事件引致到警方的关注 我想是在那个指挥官里面 破闹事 所以所有的报章 雜誌 都把西网都访问 因为濕纠网台 定时判官都说 我们警察都不能做事 不能 那警察就决定了做事 是 亦都将一些怀疑 当日有份恐吓 陈先生的的士司机 就缺获了 现在呢 经陈先生上次提及 在未来的30号 就开始进行一个认人的措施 一个手续就是 希望陈司机 可以去到哪个警署 应该也是 他好像是粉明 好像是 要去粉明 警署进行认人的手续 可以判断到 当日有哪几条粉掌恐吓他 谁就怀疑自称黑社会会员 亦都对他进行一些恐吓 阻挳会工作 当然 我们也在上集的节目里面 也高调地说 不要搞了陈先生 是吧 谁知道 我们不小心被一个 好像在教父里面的 死亡之敏 陈先生 真的疼他的屁股 疼他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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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之后 希望大家有这么高调 有这么勇敢的司机 站出来面对黑社会 一些恐吓 告诉别人 业界里面 一些不应该这样去做 令到警方的接关注 话口未完 在昨天的早上 陈先生 遭遭了一个意外 我不敢说这个意外是一个 復仇 或者是一个 好像匪郭那些 叫做温馨提示 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也是在陈先生的 车厢里面 和他车尾后面的镜头 拍了一些片段 也都展触了给大家看 同时之间 在车厢里面 和车尾 看到的画面 合成了 知道同时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 我们播第一条片段 大家一起看 好 他走完法律了 那客 我 我 我很少 什么客人去罗马州 即是上 我很少 通常我刺车上罗马州 所以我 没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 因为我都是刺车上 我都不知道 被我骂到那些客人 街客骂我去罗马州 我都找不到这些客人 85折那些 我又看不到有 有都按不到 你按 因为你也不想过去 不是啊 你不想过去 我被人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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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撞了 后面的车撞不着撞我 对了 又回被人撞 有 safely 一个问题 是 在昨天早上的10點05分 陳先生應該跟他友好在聊天 在交談找客人、心得等各方面的事情 在影片中突然看到有輛車 開始找到陳先生跟著他 難不知是真的找到他 但你明顯看到他有蓄意加速 如果我自己的看法 但亦有一件事很奇怪 蓄意加速之餘 而又響鞍 究竟是否不小心撞到他 響鞍提示他 我撞你了 令你小心點 我沒有避開 是否這樣 我們又見不到一個胎痕 沒有響 沒有響胎 沒有響胎 沒有煙 沒有成成 只是看到一輛車 看到陳先生的車出現後 就尾除他 然後突然之間走一間很短的路程後 突然之間加速定且響號 撞到陳先生的尾部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相信陳先生是否已經報警了 他當時即時報警了 是 他的想法 他有跟我說過 是 他說下車 看到這樣的環境 他突然先停一停 是 接著頭和腰也有痛 但接著想了很多事情 是 對方的司機就想磨解 但是他想了一些事情 那些事情之後 就說不和解 我一定要先報警 而且他已經是不舒服 因為我曾經說過 如果有牽涉傷人 就很難和解 而且一定要叫白車上 沒錯 當然你撞到這樣 你有很多傷患 大家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留心 我在其他節目 《佛門警訊》裏面 那些軟組織很容易移 沒錯 所以你剛才也看到 陳先生好像不動明王那些 風林火山齊齊 山都撞到這樣 會不會有機會錯傷 不奇怪 現在醫生也說 他的肌肉真的撕裂了 所以他會痛 他這麼大座都撕裂了 是啊 其實陳先生你看到他的頸部 也算是粗的 你說粗的 你說的那麼中學 是沒有那麼粗的 是啊 而現在就說 昨天去到醫院 暫時跟他照一照 他一直覺得痛 醫生應該再跟他覆診 再認真一點 再測一下他的頸椎 腰部 好 我想問 我們最和你非非的史提 我最喜歡問他的 語言不為善的問題 史提你怎麼看 你覺得是不是一個 交通意外 不覺意 還是怎樣 是否好像 司機好像陳先生 他都可能在說電話 突然之間不刻意 加速踩錯 還是什麼情況 怎麼可以做到他呢 因為我純粹個人的觀點立場 基本上你開車的時候 車與車之間都有一個停車距離 還有一個思考距離 是有的 你看到車在後面一直走的時候 在開頭的時候 他都能保持距離 但是你發覺到臨撞之前 他的距離越來越收窄 而且越來越加速 我會覺得 如果你在正常司機的時候 路已經是 不是說闊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 你會走得那麼快 而且越來越快 你應該是越來越慢才是 你今天又開車 你為何要保持距離 明白 阿高哥你怎樣看呢 那我就 你開車司機 我先提到這邊 當然 首先就是 我一般的正路看法 就不敢說 他可能在那裏追求女兒 上那些馬卡 那些 追求女兒 或者有條女兒在陷入 是的 不擔保 不站的 真的可能去到到到 是不是先 但是問題在這裏 他如果在玩電話 我們一般做 我們一般開車 應該是腳比手的 踩臂力比響安快 是不是 就是 響安是一個警號 我收不到了 或者我沒有臂力了 叫他可能 退下了 如果當時陳先生是 早一點 早 不過我想那段時間也很敏 可以立即鬆臂力 可以走 可能避免到 多打幾個車位 但是我看到那時候 真的在電光火石之間 你說我真的要 很肯定這樣說 那就 看到他 唯一很奇怪的 就是他懂得響安 但是不懂 煞車 我不敢說他那麼加速 但是很明顯是 他好像真的 煞車的動機沒有那麼大 我看到有兩樣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陳先生的車是停定了 是的 陳先生有沒有打燈是另一件事 嗯 但是如果是停定了 尾燈一定是亮了 是 鼻力燈 鼻力燈是不是 是鼻力燈 鼻力燈一定亮了 好了 你的車後面的車 我是可以見到 如果以我開車的經驗來說 他是有加速的 嗯 突然說出發覺 我怎麼沒有持有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任何一個會開車的師傅 一定是踩腳掣 很自然的 絕對不會拍攝的 總之前面 他的貓、狗、十人朋友 一定是踩腳掣 沒錯 我們是沒有聽到煞車的聲音 嗯 但是我們聽到很奇怪的響音 是的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人為的事情 或者我其實真的意外有辦法 還是怎樣 我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是奇怪 在這一點裡面 為什麼這個司機 會有一個加速的動作 而當中的試題說得對 當中他們的距離是 例如那些6、7、2、2、1 是有位置停六秒的 當時師傅教我 駕著車 踩完避力 沒有臭氣 六個字 都還沒有撞到的 是很好的距離 是的 你記不記得 沒有臭氣 都還沒有撞到的 現在你明顯 因為有這麼大的距離 而我覺得 為什麼車子還會快了 而這個6、2、2、1 是不會快下去 我覺得很大的 Crash mark 好 也都是 在整件事裡面 是發生在 羅馬州 嗯 就是了 他剛剛那個位置 就是 他的轉右就是進去 他的後酬區 就是當日的安法地點 沒錯 另外有一點就是 太近 陳先生要認人的時間 是的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如果陳先生受傷了 搓傷了一條子孫筋也好 搓傷了一條孫筋也好 頸骨也好 如果他睡幾天 認不得到人 誰會最著數呢 嗯 這樣說 你認不到人可以 跟警方那裏約遲一幾天 是的 而是問題 是不是真的要你出席不了 還是你要有什麼呢 是的 你要做什麼呢 陳先生現在的情況 大家可能很關心 陳先生也知道的士本官的觀眾 也知道每一集的的士本官 現在已經過萬了 大家很快就傳人出去 好了 陳先生的情況如何呢 陳先生也在醫院裏錄了一段聲音 給我們 播一播一段影片給大家聽聽 好 各位有留意的士判官這個節目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陳先生 上次落馬州被人刑事恐嚇黑社會事件被人打尖的士司機 其實我的名字叫陳先生 我其實剛剛入行駕駛的士 我到現在為止都是一個多兩個月左右 我昨天上午大約10點左右 就去落馬州駕駛的士 打算去落馬州的的士站拿醜 就打算進去拿醜 就打算去福田口外的的士站排隊 那昨天就發生了一宗交易外 我就被私家車就堆尾的 那這件事呢 暫時我就交給警方去處理 我就不太方便評論這件事件 那這件事件中呢 我就其實有一點點受傷的 就腰、頸、頭現在有點痛 那我暫時就在家休息中 那我其實都想在這裏說 非常多謝的士判官這個節目 他也有打來很關心地問候我 那我其實都很多謝 特別多謝林九先生和駱魚先生的 他們都很關注我這件事的事件 那我都希望 因為到現在為止 好像暫時只有的士判官這個節目 是在香港那裡說的士業界這個問題的 那我都希望 將來 大家 那麼多位朋友多點留意的士判官 這些節目 讓大家可以收下 或者你們有什麼不平的事 都可以在這個 的士判官這個節目那裡說 大家說出來 讓大家看看怎樣可以解決 既然事件已經牽涉了報警 一定會有司法程序 我們都不評論那麼多 但是這段影片 因為我也有一個朋友在一周刊製作的 那我就會將今天這一節的的士判官 我會發揮給一仔 一仔也希望他們可以考慮來報告一下 那的士判官多人看 那一仔也多人看 是的 那就是大家更多人看 對 最重要是要有人關注 最重要是要有人關注 是常識的 他說你停了在這裏 誰知道你們的士人都可以轉右去那裏 那這樣 那人就把他推過來 還說陳先生好像害了人一樣 其實你開車 剛才說了 要有一個距離在這裏 是的 你不要說我要轉右去 我是停在這裏 你都叫我不會進去 是這麼說的 如果車經警方驗證了陳先生的車的鼻鈴燈 是正常的 是最紅燈的 其實你一定要停的 其實就算沒有鼻鈴燈 你也看到前面有現狀態物 剛剛才這麼簡單 如果那個人沒有鼻鈴燈 如果突然有人站在那裏怎麼辦 把他推過去嗎 是的 你真的看到那些人也帶著鼻鈴燈嗎 那個鹹蛋超人就像我那樣 這樣就好了 第一節節程差不多了 我想分享有兩個的士司機 你真的不賺老闆了 這位老人家真的賺錢 買版不自訂 給大家看兩張照片 待會再講一講 首先就是K2Z1746 OK 另一架 我們好像還沒響過門牌 這個大家先看看 不要等著 JV3170 3170 事源在兩個星期一 兩個星期之前的星期一 發生在九龍的Megabox的的士站 九龍灣的的士站 這兩輛車是在的士站裡排第一和第二名的 第三名就是另一輛的士 剛才第一輛 我先去第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那個人樣 K2Z1746 案發的時間是下午的5時35分 我截這輛車過彎 那一輛車 那一輛車說不去灣仔 是交間 你只是騙我小朋友而已 九龍每個人都知道六點鐘交間 5或者5 總之其實那個中數呢 你說5.7就很尷尬 其實很少要排的士站 沒錯 我都是沿著我要交間的地方方向去 沒錯 假設你真的要交間 你不會排的士站 太大了 我會圓立 但方向一定會向他站 那我說如果你要交間 不如你載我去最近的過海站 他不肯 OK 踢我下車 我看見他一個連張就木 真的差不多 震了那些老人家 好 真的好 那我算夠數 接著去下面的車 第二輛車 第一輛車 司提你好硬一點 JV3170 JV3170 這輛車排第二位 見我被人踢下去 肯定知道我過海 又說交間 又交間 又不肯去 第三司機當然是很肯火滾 你們兩個 很正常 趕客下車 還在的士站裡面 霸了 不肯肯走 對嗎 這樣不肯是到尾 還有要說一下的士站的環境 因為那個的士站 駕駛進去Megabox那裡 他有遮瑕 但最麻煩的是 右手邊下車 沒錯 他在外面 他一旦浪死了 他頂住 旁邊左邊右邊有東西頂住 有些泡沫都頂住 我不是說就這樣抽出去 這就是問題 你給我 如果我是第三司機 我第一格不肯 我已經下車問什麼事 因為起碼你頂住我 他又不走 又叫客人走 然後一個是等到客人來 你早知道好像好奇 後面第三、第四架怎麼辦 當然 你不要當我散油的燈 我當然是發老闆 拍他 不然踩尾車尾箱 走 要是你又要走 你妨礙住 你妨礙住 那就是客人走了 他走了 他刺走了 那兩架車也刺走了 刺走了 我總共也想說一點 你一說這件事 我又載回這件事 又是Megabox 我又是坐的士 然後我排隊 相同情況 有的士在前面頂住 又說交間不去 然後當然香港人 不是每個人都很囂張 如果我們這麼堅強 會把車尾拍到 有些他們通常 在乘客遇到這樣的情況 他們會找Megabox 那些 Secure 就跟司機說 你這樣怎麼不行 你後面頂住 最慢在這裏 然後司機就過了 然後說 Megabox 然後之後 我要讚賞那時的 Secure 他找了幾個 一個在外面的門口截住 不要讓的士進來住 另外一個就猛的士退後 然後就走到商場門口那邊 讓乘客繼續上車 有的士就在那裡 就是有幼稚園罰錯的 是的 然後有一個 那些物業館就說 指那邊上車 在那邊不能上 這樣說 已經聰明了 如果再絕一點 就說Secure 就是站在車頭上 讓他自己想走也走不到 最好笑的就是 那個司機不放棄 他下車站在車頭上 他站在車頭上 翹著手褲站在那裡 我看著他站了半個小時 其實說真的 你沒有人困人 為什麼你不忍耐過海 這個就是第三節 我們再說 因為一件事要加價的時候 你不忍耐過海的問題 其實很明顯 你根本是交了間 5.7的字 下午 不要玩我 交間真的不可能會的士 九龍那邊有很多都是5至5的 5至5而已 你又到6時交間 你都應該在路面入汽走 是不可能的事 你這麼契弟的所謂 我真的要爆你瓶 還有很多行家都這樣說 我經常都說 你起碼在乘客 我知道你譬如交間 甚至乎你可能突然急事 這樣就很厲害 你起碼想辦法安置一下這個乘客 不要說一丟走他就算了 你想想 臨善的 你起碼大肚子 小孩子 燈妹臭小孩子 給你這群人欺負 哦 是的了 是的了 你起碼要給你預讀著我 老闆 買鬍鬍鬍鬍 你起碼 長髮 你起碼 端頭髮 不是啦 何看要去 螢蟹 郁龍 付密 記 livro 走!他真的聽我說要走 這樣也好一點 因為他知道他猜到你想第三艘狠載 如果他不走你怎麼走呢 所以所有乘客遇到這個問題 理據在你們身上 他一定要走 他沒有辦法 他不可能賺在一個站頭裡面 是不能走的 當然史迪哥是最文明的做法 那個時期真的很聰明 但是如果像我這樣留著愛族人的血統 當然是爆救他 又趕時間 你要抓幾十萬照片 在籌旗 你老婆出糧 你老婆在籌旗 阻擋著我過海 阻擋著跑山 好認識 第二節 第二節我們今天訪問是誰 九哥 我們市超域道的打理人 華仔 他除了打理人之外 當然他是一個夜間的士司機 看看他有很多故事 待會大家留意一下 好 我們去第二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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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